他们只是在私下 那你今天你要 你要提高公务员的 这些收礼金 可以请你比照日本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好比说那我去那个香港演讲 演讲完 日本的官员跟我讲说 然后相关人士请客 他说好比说我们只有两千八 请完还要签字 他们请我吃饭 我也要签字 就是说他要证实 他日本的外交官 的确跟我吃过饭 而且这个饭的钱是两千八 他们叫做财产透明 就是说他一切都要透明 而不是用一个行政命令说三千 那我提升到三千六 那我想请问收贿那些 都在地下进行 怎么可能在台面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你蔡政府 他很多的法案 关于廉政的法案 请问你他有没有提修法的意见 反而是不相关的法律 什么保防法 反渗透法 什么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法 都在那边扩全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直接了当这样讲 就是说请廉政署 你就办案几个给我们看看 公务上有瓜哥的 有牵连的 像这个就是有瓜哥的 是主管的 对 非主管 但是他有的目的 他送的原因 目的 应该从这里去下手去追究 是不是 不是从树木上 树木上是焉人耳目 搞得好像你是一心想要让我们的政治更清廉 让我们的官更连结这样不对 应该我们刚刚说过的一开头我就讲了 你那么安插那么多在肥缺上 其用心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